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全球領先的貨運航空樞紐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 與機場同業適時應對 致力維持貨物空運快捷、暢順運作 令到重要及緊急的貨物 例如抗疫物資等 都可以順利運到全球各個目的地 香港國際機場 連續十年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 2019年的貨運量達到480萬公斤 在一般情況下 機場大約六成的空運貨物是由貨機運載 其餘四成就由客機機土運載 但因為疫情影響 大量客機停飛 導致貨運運力亦受到影響 為此機管局積極與不同單位合作 提升貨運運力 這件事與整個機場社區很有關係 從政府部門開始說 我們有好協力的溝通 令到運力可以保持到 而另一方面 航空公司亦加多了貨機 亦有部份將客機全價只載貨 在5月貨機的起降上升了接近三成 除了民航署加快審批貨機的起落時刻 衛生署亦都被機組人員進行醫學監測 令到空運運作可以持續 另外亦都有航空公司的客機 就只是載貨不載人 在靈活調配下 四至五月份 一共有接近六千班存在貨客機 佔今年頭五個月貨運量的百分之六 在這段時間 其實沒有飛香港 或曾經飛過 但停飛後 航空公司也飛來香港 希望來到香港 可以找到一些疫情需要的物資 去到他們的國家或地方 亦都很重要的是 我們整個機場的社區 都是一個很全面的防疫措施 這件事是能夠令到我們可以很高效率 很暢順地繼續經營我們的空運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繼續好好服務全球的供應面 另外快遞貨量在疫情期間 亦都有較快的增長 有速遞公司說 尤其某幾種貨物的貨量 上升特別多 很多客戶都需要我們 派一些醫療用品 如果從家的時候 需要一些電視訊 很多電腦、遊戲機 陳正思說 機管局對貨運業的長遠發展 充滿信心 亦都會繼續積極 和機場同業為貨運發展合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